大家有没有见过那些虫 如何变成一只简 然后在一只简里那只蝴蝶 如何挣扎挣扎挣扎 迫开简然后走出来 有没有见过 有些都可能见过 那是很辛苦的 你见到那只蝴蝶这样做 我也不知道它是咬开那只简 还是怎样 但是咬完之后 然后就挣扎 不知道它是没有手的 那就不知怎样捐捐捐捐出来 如果你在它这么辛苦挣扎的过程 你见到这只蝴蝶真是可怜 这么惨 你让我帮一下它先 然后弄坏简 让它出来出得容易一点 那你说你 帮了它还是害了它呢 害了它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这样帮了它 就是剪开简 让它自然出来 很容易地就出来了 到了它出来之后 它就没有力飞了 那它就永远飞不起了 那就实死了 很快就死了 所以其实如果你这样帮它的时候 你等于害了它 这个破茧的过程 是那只蝴蝶 当它需要锻炼 真是神很奇妙的作为 当它需要锻炼它有能力的时候 就是在它破茧很辛苦很辛苦 很挣扎增扎的过程里面的时候 它就有力了 它出来的时候它就有力飞了 其实做基督徒也是一样 在我们基督徒里面 我们人生里面有时 我们都会面对一些挑战 当我们人生 我们想我们的信心增加 想我们的爱心增长 想我们的品格 人性的品格 增长成熟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要经过一个锻炼的过程 神锻炼的过程 好像一个破茧的一个过程一样 一个阶段 然后我们才会有这个能力 如果我们时事都没有经过这种的挣扎 没有经过这种锻炼的话 我们的信心 可能我们的爱心 都会停留在一个阶段里面 我们很难去成长 今天的题目叫做破茧 如何破茧法呢 或者如何成长法呢 我们如何在主要里面去改变法呢 今天我们看一段的经文 《马太福音》第九章 第二至到第九节 一段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经文 但是一段很重要的经文 讲到我们如何能够去改变 《马可福音》 《马太福音》第九章 二至九节 即是你们这里有些人都很清醒的 如果牧师说错了哪个经节 你们看下程序表就知道了 对了 所以一进来的时候 其实最好坐下的时候 就看下今天的程序表 然后准备下我们的心情敬拜主的时候 然后牧师说错了经文 你可以提下他 好了 找到的话 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 《新约圣经》第五十九页 《马可福音》第九章 二至九节 过了六天 彼得对耶稣说 拉比 我们在这女真好 可以搭三座棚 一座为你 一座为摩西 一座为以利亚 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因为他们甚是惧怕 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 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 这是我的外子 你们要听他 门徒忽然周围一看 不再见一人 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 在这种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 一个门徒的经历 耶稣就带了三个门徒 是差不多他最信任得过的 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 带他们上山 在这一个经历里面 给这三个门徒 有一个很大 在灵命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成长 和一个很大的 stretching experience 一个很大的伸展的经历 他们信心伸展的一个经历 在这里上山的时候 耶稣首先和他们做什么呢 这里没有记载 有没有耶稣基督 首先和他们一起祈祷 教他们什么祈祷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的就是 突然间耶稣的形象改变了 耶稣的形象如何改变 发变成什么样子呢 我们都不是十分清楚 但是起码我们知道 就是耶稣基督从一个很 好像平时的人那样的样子 当时他是一个人来的 他是人子来的 但是突然间进入一个很荣耀的状态 就是好像他得到德国的时候 在荣耀看天上面的时候 那个样子 所以是门徒第一次看 荣耀的基督 得性的基督 那个样子 就在三个门徒的面前 让他们看到 这里怎么形容呢 当然我想他们三个说的了 然后马可做记录了 形容他突然间变了形象之后 不知那个样子 就是发光啊 衣服都发光的奇结白 然后地上飘白的布 没有一个够飘得白的 那你想想真是白到不得了 然后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那个形状的时候 就是看到他一个很 很圣洁很荣美的样子 然后呢 跟着那些门徒 门徒还听到有个声音哦 云彩来的时候 有个声音说什么 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他 这个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他 跟着 当门徒看见这样的样子的时候 那些门徒的反应是什么 很开心立刻唱歌 门徒的反应是什么 圣经形容是什么 心事惧怕 为什么他们那么害怕呢 那些门徒为什么那时候那么害怕呢 因为他们见过一个 即是他们在见的东西 是他们不是平时可以见到的东西 我们现在有时候都会听别人说 又说有些人 有些天外来客来找他们 又说有些人可能有些渾柔障碍的经历 我说渾柔障碍的经历 不是我们平时渾柔障碍的经历 不是你坐在那里发梦的渾柔障碍 是有些人可能通过某些能力等等 他觉得自己的灵魂是出了去外面的经历 我们听到那些经历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也有点怀疑 究竟不是真的呢 那些人的经历是否真的呢 因为我们大多数都没有那种经历 这里有谁试过渾柔障碍的 除了发梦那些之外 有没有 因为我们很少那种经历 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都会想 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会想 究竟比德、约翰、雅各 他们三个说看见耶稣的样变 又极其荣耀 又跟摩西和以利亚一起 你知道摩西和以利亚很厉害的 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 摩西是代表什么 是代表律法 以利亚是代表 他以利亚是最伟大的先知 所以摩西的律法和先知 最伟大的都跟耶稣基督一起 去讨论到这个神的国的事 你想想他们看到的事情多厉害 但是你会怎么想呢 是不是有没有这么厉害 他们有没有看错眼花 那我告诉你 他们没有 为什么呢 你从他们的反应 从他们看完这个经历之后 下山之后的反应 他的生命如何改变呢 你就看到了 这一件事是一个真正的事实 他们曾经经历过 为什么他们当时那么害怕呢 如果给你 你会不会害怕呢 你害怕吗 如果给你 你也会害怕 为什么当时那么害怕呢 你想想想 站在一个完全圣洁的神的面前 然后看一看自己 哇 不怕也挺难的 自己是一个凡夫俗子 而且还有很多罪的凡夫俗子 所以你说和圣洁的神比较的时候会怎么样 那我问一下大家 有谁呢 如果人家来探你的时候呢 你要clean house的 要弄干净一间屋的 有谁呢 有啊 很多举手 有没有说 嘿 骚髒就骚髒 由他来 任他来吧 不要紧要 如果我问你 今天总统来见你了 那你在家里面 又没有准备啊 牛仔虎一条 或者骚髒骚髒 那家屋又很吵架 你会怎么样 立刻clean 立刻换衣服 立刻 哇 半个小时 立刻搞定了 为什么 如果他立刻进来的时候 见到你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你可能会很不好意思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发觉 哇 一个这么专贵的人 总统其实 和神比较起来 都不算什么 地上的 的 的 我都不可以说 他是皇 皇帝也好一点 总统 做美国总统也挺惨 万能被人批评等等 但是总而言之 但他都是一个 有尊贵的人 有一个有尊严的人 这样的时候 我们都会这么紧张 你想想 如果我们站在一个 完全是圣洁 万皇之王 万主之主节面前的时候 你的感觉会是怎么样 你突然间会觉得 很自残形畏 哇 原来我们是一个 这么卑微的人 这么多罪的人 当时呢 所以那些门徒 就有一种感的感觉 甚是惧怕 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可能怕着自己 突然间神发怒的时候 可能禁止自己 这么多罪会死 在一个人写了一本书 他叫做Dave Roe Ever 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Welcome Home Davey 他那本书里面 说到他在越南里面打仗 在越战里面 他打仗 打仗的时候 有一个手榴弹 就在他大概的面 隔离六寸左右 被人家子弹开的时候 射中 立刻引爆他 所以 那手榴弹就爆炸 爆炸呢 当然就炸到他面上了 炸到他面上 烧伤了之后 幸好他又不死 但他面就已经烧到烂了 他说第一次 在手术做完之后 他看下自己的面 他觉得自己的面 他觉得看着那个不是一个人 他觉得自己好像看着一只怪物 所以当时他的心很难过很难过 差不多很灰心 直头不想生存 而且进入绝度空虚孤单的状态 然后没多久之后 他就要回来美国了 回来美国的时候 他的太太 那时也很年轻的太太 结婚没多久 就来接他 在他太太 他的太太叫Brenda Brenda未来之前 他刚刚还见到 跟他一起 还有其他人炸清 见到另外一个年轻的女士 见到他丈夫炸完这个样子之后 跟他丈夫说要离婚了 所以他心想死了 今次老婆见到他 也不知道会如何 但谁知道老婆走到来的时候 一点都没有 好像很惊奇 很惨 很诧异 而且走到来 很自然的弯下一条腰 要疼他的面一口 疼他的面炸到 炸到 焦了 炸到 粒粒不平的一口 我最近很知道 我可以想象到 当时他的面是怎样的 为什么呢 我最近的手被油炸了 油炸完之后 我发觉 他都没好了 都是粒粒不平的 所以如果他被炸弹炸弹 炸弹 我认为更加厉害 但他的太太可以 这么疼他一口 然后跟着说 Welcome home David I love you 他说 在那本书里 他说你要知道 他太太何时叫他做David 你才知道 他太太那时 究竟说一句这样的说话 那个的爱是有多少 他太太在 他跟他最亲密的时候 才叫他做David 我又在想一下 我又怎样可以比喻一下 我想一下 或者我抱着个儿子 叫他很大 也好 或者是小也好 叫他寶寶啊寶寶 就是那时候 这样的比喻 我问你 你和你太太或者丈夫 最亲密的时候 你叫他什么名字 阿梁先生 你是不是叫阿碧妹 或者阿Honey 或者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们叫什么 你都不用告诉我们 但是你想一下 那时候他太太看到一个 外表看上去 好像是一个怪兽 不像人的样子 但是他看上去的时候 不只是看他表面 接受他 而且还可以疼他 然后还告诉他 你是我丈夫 你永远都会是我丈夫 我爱你 你想一下 耶稣基督其实都是这样 就是看我们最骯髒 看我们最多罪 最不完美的时候 神仍然拥抱我们 告诉我们 我仍然爱你 不用害怕 那时候门徒不知道 所以那时候门徒很害怕 怕到震了 然后你发觉 我见到荣耀的主 不单止是你起来才会害怕 然后你知道 我们现在知道不用害怕 因为神爱我们 接纳我们 但是呢 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这个荣耀的主 见到的时候 他会改变我们 灯山变象 是一个的环节 改变门徒 令门徒改变的一个环节 你看看 还有很多环节 在耶稣基督没死之前 他帮门徒洗脚 都是另外一个环节 是令到那些门徒生命里面有很大的改变 在这些那么多不同的与主相处的时间的时候 令到那些门徒不知不觉之间 在生命里面就有产生一种的改变 而且改变得越来越似耶稣基督 你不要想着那些改变是一朝一夕来的 你不要想着 我今天信耶稣 我明天立即是成为另外一个人 不是这样 你的门徒都不是一信主 一跟随主的时候 就成为一帮有力量的人 而是一个的过程 一路同主相处的时候 一路被主的改变和转发 他们本来的信心可能好像一粒戒菜种那样小 但是当他有这个信心的时候 他知道神爱他 接纳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 这一个戒菜种那样小的信心 就能够将一路一路长大 甚至征服整个的罗马帝国 这帮门徒 本来见到荣耀的主的时候 本来很惊 甚是惧怕 但他们由甚是惧怕这个阶段 一路转化一路转化转化 转化成为一帮有能力的人 我们的信心其实都是这样 当我们跟主耶稣基督一齐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给主 他自己去改变和转化 虽然我们自己是有罪 我们自己是有问题 但是呢 当我们在神里面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价值 看到我们的盼望 知道神爱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改变 我们就有这种potential 就有这种可能 有这种潜能 去改变 今天大家来敬拜神 是不是 你为了什么事 你今天来敬拜神 敬拜完神之后 正确的回应是什么呢 正确的回应是 我被主改变 我被主改变 今天我来敬拜神 看到主耶稣基督已经是一个荣耀的主的时候 好像灯山变像 一个荣耀的主的时候 我被主改变 我们自己 然后我们有这个的转化 以前我是软弱的 但是现在我可以刚强 因为我的神是一个有力量的神 不单是我只是看见我自己的不足 而是我看见主他自己的荣美 和看见我在神里面的一个可能性 C.S. Lewis 他说什么呢 就是路易斯 他说什么呢 他说耶稣基督不是随口说下的 当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完全 好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他的意思是真的 我们要开始改变 然后我们要在生命里面那个圣结的生活 C.S. Lewis说 我们每个人都好像一只蛋 这只是一只普通的鸡蛋 但是你想想 如果这只是雀蛋 或者是其他的蛋 这只蛋会不会飞 除非这只蛋变成雀 然后雀才会飞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好像一只蛋 而这只蛋 希望就是 你知道一只鸡蛋 或者一只蛋 要么它就可以步出来 要么它就会如何呢 被人吃了 除了被人吃了之外 除了被人吃了之外 还有坏了 你要这只蛋变成了鸡的时候 才可以继续繁殖 继续繁殖 再生多些鸡蛋 再变多些鸡仔 在我们生命里面 愿意我们去学习 走出我们的蛋壳 让我们能够有这个能力 去战胜 和去 给神在我们生命里面 有这个可能性去转化我们 我想有几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 我们品格上的转化 你在品格上 本来以前不是一个 那么脾气好的人 是我们如何学习主的温柔 如何学习主的谦卑 诚实 圣灵的九果 谁能念得出 属灵九果 人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这些东西是我们性格上 我们应该一路去学习 去希望自己能够被转化 另外我们对人方面 对人方面我们应该有爱心 应该怎样有忍耐 怎样可以肯牺牲 昨晚我自己也经历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昨天喝完之后 就开始出去的时候 就要走到车场 那就下雨了 那下雨 我车那里的那些人 五个全部一把姐都没有带 那我死了怎么走呢 但是旁边有个弟兄 我们的弟兄 私班里面其中的弟兄 我不要指他哪个名字 就很有爱心地 他有两把姐 他有两把姐 其实为什么他带两把呢 一把是给他自己和他太太 当然是 那另外一把呢 就给他两个子女 但是他在那个时候出去的时候 他给了一把姐我们 就是另外一个家庭 那就是说呢 他家人里面 只可以只剩一把姐 那就是他要牺牲了 他不是自己打 他就要给子女打 要是他太太打 但是他愿意去付出爱心 当我看到这个很自然的行动 我想他可能没有想过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 我没有问过他 但是呢 我看到呢 就是当基督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的转化 我们会很自然呢 会肯牺牲肯去帮别人 不再那么觉得我自己 各样都是最重要的 而是我们会放眼去看一下 人家是怎么样 接着我们处事的时候 都会有改变 我们怎么处事改变呢 你走出你的蛋壳之后 你的蛋壳其实是一个 comfort zone 你在里面呢 很舒服 不用怕 好像现在的声音 有些回音地告诉你 哇 在蛋壳里面很舒服 但是你要走出去的时候 又冷了 或者又不舒服了 但是 当我们处事的时候 有耶稣基督的力量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 它转化你的时候 本来你不想做 但是呢 你想想 好 为了主的缘故 我去 我去做 或者我处理这一样东西 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就能够有一个更加大的力量 有多一点的力量 有多一点的勇气 勇敢 去面对我们的挑战 和困难 你处事的时候 你做工 普通你自己做什么工都好 你可能呢 都会很认真 因为都是为主而做 愿意我们都去学习 不要永远做一只 未枯化的鸡蛋 好了 先放下一只蛋 我问你无借的 因为打烂了 没得还 好了 然后呢 还有就是门徒 你除了 你本来看到主的时候很害怕 然后呢 在你害怕的过程里面 你开始被主转化之后呢 不是就这样转化完就是这样了 还有一个最后的阶段是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呢 转化完之后 你要跟着去转化这个世界 去改变这个世界 因为耶稣基督来是要全天国的福音道理 希望每一个人的心灵都可以听到主他自己的信息 当信徒要跟随主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我们要听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 你看看这路啊 为什么我们今次不改呢 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是什么呢 首先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门徒 然后呢 就是全福音 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 然后跟着将我所教给你的 教给他们 就是装备门徒 装备信徒 这两样东西是我们基督徒一定 一定要做的 你看看彼得 彼得就是最快的人来的 就是最快反应 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说什么 就已经说了出来那些 就是呢 看见那么多的荣耀之后 他立刻给得第一个发声 说什么呢 因为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你看约翰都其实很给他面子 这么说 就是很知道他 约翰说 彼得那时候也不知道他自己说什么好 因为他很害怕 所以他就说什么呢 哎呀主啊不如这样吧 我们起三座棚 一座给你 一座给摩西 一座给伊利亚 我们在这里敬拜你就好了 但是耶稣基督是否叫他这么做 耶稣基督不是叫他这么做 耶稣基督不是说 我登山变像 给你看到我的荣耀的形体的时候呢 你们在这里永远来到敬拜我 立刻跪下敬拜我就行了 不是 主耶稣基督叫他们做什么 主耶稣基督跟着叫他们下山 下山之后呢 立刻去帮助其他人 立刻有人被鬼附了 然后耶稣基督帮他们赶鬼 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 我们被主转化之后 不是说永远站在教会里面 或者坐在教会里面我们祈祷 在家里面祈祷 读经 默想 自己修炼做个好人 就算 而是什么 而是你就要站出来 为主作工 去帮助其他人 改变其他人 爱其他人 将福音传给其他人 今天我们做基督徒 你做了可能很多年 你有没有做到这一样东西呢 你有没有被主转化过你呢 你是不是很害怕呢 或者仍然害怕呢 你有没有站出来 去被主你使用 然后走出来 真是为神 成就一样更加大的东西 最近 是不是John Maxwell John Maxwell 写了一本书 那本书就是有关于鲨鱼 你知道鲨鱼 鲨鱼呢 差不多可能是历史之前 就是最古老的一种动物 而且鲨鱼也很大很厉害 但是很奇怪 原来他说鲨鱼呢 如果你把它混在一只鱼缸那里 就是proportional的鱼缸那里 有些鲨鱼只是长大到六寸而已 六寸那么大的 就一世都是六寸的了 即已经是它的full size mature size 成熟的阶段是六寸 但是如果你把这条鲨鱼呢 放到海那里的时候呢 它就会一路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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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我们其实都好像一只鲨鱼 就好像一条鲨鱼 如果我们只是在一个 某一个框框里面 我们去生活 你永远都是这么大 你的信心永远都是这么大 你的爱心永远都是这么大 你很难继续成长 但是如果你给自己接受某些挑战 真的在神的面前说 神啊你使用我 因为我愿意给你改变 还有我愿意去成就 主你自己的信息的时候呢 神会使用我们 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些的potential 我们的潜能 神就能够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为祂成就 更加多的大事 琳姐妹今日 灯山变像的主 荣耀的主 已在你面前 我们今天见的 雅各和若翰见的更加多 当了比特·雅各和若翰 在灯山变像见到主的时候 不知道 主已经是一个复活主 今天我们知道 今天我们能够经历祂 愿意我们被神 他自己的形象 真的改变的时候 我们怕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缺乏 但我们被神改变的时候 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真的说 神啊 我们知道你爱我们 知道你接纳我们 我们愿意给你改变 又愿意为你去成就 你要成就的事 今天你愿不愿意 如果当日你是其中一个门徒 看见耶稣基督登山变像的时候 你的反应会是什么 今天其实我们都见到 不过我们有眼看不见 有意听不到 有时候我们看不清楚 愿意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见到 我们一起得头祈祷 自比人爱是圣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神啊 求主你改变我们 求主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到 你就是一个荣耀主 让我们今天能够真的好像一只蝴蝶破茧而出的时候 去经过那种的挣扎的时候 我们能够有力量 又愿意今天我们真的好像一只鸡蛋 我们能够打开鸡蛋的壳 我们能够出来 又好像一条的鱼 这条的鱼一样 可以不用运在一个金鱼缸里面 而是可以去到海洋里面 一直的长大 神啊我们将我们每一个人的灵命都交在你的手里面 求主你亲自的帮助 亲自的去看顾我们 给我们有挑战 也都给我们能够有承受挑战的力量 去面对这些挑战 也都让我们能够真的在你里面成长 去 来到荣耀你 赞美你 主耶 因为你是我们的荣耀的神 我们这样同心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生命祈求 阿们 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叫做更祝